直击修理风波后 最大规模爱国爱港集会 前警官警告激进人士 如不停手一定更强硬应对 香港激进反对派 近来打着反修理旗号制造多起暴力事件 针对激进分子撕裂香港社会的行径 香港各届20日 在金中天马公园举行守护香港和平集会 主题包括反暴力 称警队 护法制 保安宁 反冲击 保经济以及守护香港 全民加油 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道场驻危 傍晚19时许 集会方宣布 参加本次活动的群众人数达31.6万 香港潮湿闷热的天气 以及连绵不断的降雨 没有阻挡市民走出来的脚步 下午16时 环球时报记者来到金中地铁站 站内外已有大批参加集会人士 他们大多按照组织方建议 身着蓝白色衣服 手持标语有序向天马公园方向行进 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和平集会与此前反对派的长距离游行不同 而是选择占地约1.76公顷的天马公园 这里毗邻特区政府总部 极力法会综合大楼 是2011年10月10日起开放工市民使用的康厄级文化地块 由于不会经过商业地段 所以对沿街商铺的影响很小 集会开始前 现场播放男儿当自强 东方蜘蛛等全国人民 耳熟能详的歌曲额会场愈热 由于参与人数众多 现场网速因分流影响而变得迟缓 但这并不影响集会群众的热情 他们纷纷拿起相机与国旗 即守护香港的标语合影 全国政协委员彭常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这是修例风波以来 全港最大规模的爱国爱港集会 要让他们知道香港并不只有他们的声音 一名外籍面孔的女孩与父亲一起参与集会 引起环球时报记者注意 他告诉记者 自己生在香港 父亲来自乌干达 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支持政府 支持国家 他的父亲表示 我们支持法治 秩序和平 香港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城市 应该可以包容不同肤色和不同的政见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和谐相处 下午17时 随着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民间联副主席陈勇 在台上带领民众 高呼守护香港等口号 和平集会正式开始 香港艺人陈百祥和肥妈 Milk Daryl担任主持 陈百祥为警察鸣不平 警察上班就是要维持秩序 你用砖打他们 他保护自己都不行 在集会现场 前律政司司长梁爱石批评说 有人将法治放嘴边 但却不明白法治 他说自己在香港生活了几十年 现在本来想要享受生活 但眼见社会这样混乱 不得不走出来发声 立法会议员陈建波 则认为部分年轻人有热情 但容易被煽动 没有考虑太多便进行暴力行为 这样会让那些煽动年轻人 出来的豺狼坐享其成 据多家港媒报道 香港警方今日上午在 全湾一座大楼内 发现疑似爆炸品 其中包括至少一公斤 泰特烈性炸药及十枚燃烧弹 出查获烈性炸药 燃烧弹外 警方还在该大厦内 找到大批刀具 石灰粉及弹珠等物品 在捡货的证物中 还包括返修力的标语 及写有香港民族阵线的衣服 一名27岁香港籍男子 涉嫌无牌管有爆炸品被捕 港独组织香港民族阵线声称 被捕男子为该组织成员 爆炸品是恐怖分子采用的 香港社会暴力的程度 已经不可接受了 前警察员佐吉协会主席陈祖光 刚刚结束台上发言 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未来香港警察还要面对更大的挑战 针对警察的暴力行动发生后 现在香港警察都很压抑 我们要的是香港市民的支持 我劝那些激进分子停止暴力 坐下来为香港的未来着想 如果他们不停止暴力 继续破坏社会治安 香港警察一定会用 更强硬的武力去抓他们归案 针对本次和平集会 有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推特账户声称 其中有人来自深圳 并且是公司要求他们参加 环球时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很多民众确实打出 全国各地同乡会的旗帜 他们真的来自内地吗 在被问到这个话题时 带着一家三口来 参加集会的李先生说 我们香港人和内地的同胞 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帮中国人 大家爱香港 有什么问题呢 而且很多香港居民阻击来自内地 今天到的很多内地各省市的同乡 会都是香港本地居民组成的 他们在香港生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难道我们发出的声音就不是民意 香港只能让那些暴力分子说了算 他们打砸袭警 我们反对他们 你觉得谁才是香港的合格公民 他们还好意思说我们作假 在现场给参与的民众 分发结束扇子的谭先生 是一名退休的香港公务员 他在听到外媒和反对派这样的说法时 显得很气愤 发出这种质疑的人 一定是自己有问题 他们自己拿了别人的好处和利益去闹事 去破坏法治和社会安宁 所以他们会以几多人觉得 我们也跟他们一样 这些质疑我们的人太可笑了 反倒暴露了他们自己阴暗的内心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